之前有幾條片是我說故事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說故事給你的小朋友聽 這本故事叫做The Willow Pattern Plot 是Oxford Reading Tree 說他們在一些二手的市集買了一隻碟 這隻碟是其中一個小朋友準備送給他媽媽 然後會有一條魔法鎖匙 這條魔法鎖匙每次一發光 就會將它們吸到這間屋裡 就會去一個冒險 這個冒險因為跟那隻青花碟有關 那這個情景全部都是青花瓷器那種顏色 就看到在遠處那裡的小屋裡 就有一個女孩坐在小屋外面 坐在草地上面 不開心的 那為什麼會不開心呢? 就是說他很想跟這個男孩叫做阿 Chang 很想跟這個阿 Chang結婚 但是呢 他爸爸呢就反對 那這個阿 Chang呢就 因為他家屋呢 這個女孩的家屋呢 就在這條河的 河的另一邊 就不太容易去得到的 就要經過一條橋才去得到的 話說這個男孩呢就游泳去見這個女孩 那為什麼這個女孩的爸爸呢 不想他們兩個來往呢 不知為什麼呢 給小朋友看的書呢 要這麼早就說到這些結婚啊 的東西 我不知道啊 或者其實我知道 就說這個阿 Chang去游泳去找這個女孩 就想著怎樣呢 就帶這個女孩呢 就帶這個女孩呢 去私奔啊 其實是私奔啊 外國沒有私奔這個字的 就想帶她走 但是呢 這個女孩就說 我爸爸呢 在家裡附近呢 是有點守衛的 不是這麼容易的 那這個男孩呢 就說 不要緊要 我會想一些辦法 那剛才不是說 那幾個小朋友呢 就 經過這個發光的鎖匙 就去了這個Adventure 那這些幾個小朋友呢 就 不知為什麼呢 就覺得 啊 需要幫這個阿 Chang 幫他呢 去對付 那幾個守衛啊 那守衛來到 那當然是 要 看到那個女孩 走了 那當然要追的啦 那這個時候呢 那幾個小朋友呢 原來呢 在橋上呢 就弄了一條布的帶 然後呢 就等那兩個守衛來到的時候呢 一拉 那就可以 卡到這個守衛 等他們跌倒 就 等呢 這個女孩呢 和這個阿 Chang 這個男孩呢 就可以走了 另外呢 有些小朋友呢 就 爬了上去 那棵檸樹上面 就呢 扔一些檸檬啊 扔去那個守衛 你看看 去到這裡了 我們看到呢 這邊有一個男人 這個 這個男人 這個男人 是誰來的呢 原來這個男人呢 就是 那個 父親 是那個女兒的爸爸 那麼呢 他就 說 快點 追回那個女兒吧 追回那個女兒回來 那因為這幾個小朋友呢 在那裡 阻礙著守衛去 追 這個 這個女兒 那所以呢 那 那個爸爸呢 都很不喜歡 就說 快點抓住那三個小朋友啊 那這個時候呢 那條發光的鑰匙呢 又再發光 發光呢 又帶回他們 回家 好了 故事就講完 是很有問題的 第一 為什麼 我有很多為什麼 為什麼 那個爸爸不讓那個女兒 去跟這個男兒來往 為什麼那個爸爸會是錯 為什麼 那個女兒會是對的呢 那本書有講過 這個男兒呢 就 很窮的 父親不想 自己的女兒 跟一個看起來 沒什麼錢 沒什麼出息 的人在一起 那不是很正常的嗎 第二 第二 本書從來都沒有交代過這個男的來歷 有很多人看起來 是好像很好人 但是你不知道的 也都完全沒有交代過那個男的背景 只是說他沒有錢 可能他沒有錢是一個好人 但是你沒有出息的時候 就是沒有錢 那你還怎樣去照顧其他人呢 但是他就用一些辦法 其實基本上是搶別人的女兒 他是搶別人的女兒走 第三個問題 為什麼他要把他爸爸 和那兩個守衛 要描繪成壞人呢 是那種 已經是很老土 很過時的一個 對亞洲人 對中國人的一個 一個印象 啊 那些鬍子是幼一幼的 一定會有一條邊的 尖尖的 是清朝人 大家不要覺得是什麼陰謀論 其實絕對是沒有陰謀論的 根本上他們是 背後是有一些想法呢 是潛移默化 只不過大家 發覺不到 或者 就算你覺得是 你也覺得 但另一方面你覺得 應該不會掛 就 看少了這一點 事情 他是把他的爸爸 畫得是 很噁心 是一個壞人 你看看 比較之下 你看看 他的手下 是一個壞人 壞人的樣子 為何我這樣說呢 為何這個 為何這個帥哥 他的男朋友 又沒有鬍子 為何 是 就這樣看 好像是一個好人 這本這樣的 這套故事 雖然掛著一個 Oxford Oxford 的名字 但大家千萬不要覺得是 是代表正義 代表正直 不是的 其實他是瓦解 家庭 表面上好像說 這個女孩 是要追求自己的 幸福 要有自由 但很片面這樣去看 他從來沒有說過 那個男的 是一個甚麼人 我相信 是沒有一個 父母 是會無緣無故 反對 女兒 是跟其他人 交朋友 但這本書 就是 帶出這個信息 父母是需要 過濾的 就算是這些 給小朋友看的 故事 現在 已經再不是 三十年前 大家如果看 迪士尼 都已經發覺到 是很大有問題 是那些 最新的 白雪公主 大家看到 那個女王 竟然比那個公主 那個公主 白雪公主 但是 就是一些 有色人種 確實是有色人種 將美醜的觀念 顛倒 將 男人 和女人 這個 性別 隨意可以 玩弄 如果大家對美醜 這件事 那個 那個 判斷是沒有了的話 那個標準是沒有了的話 是 對 學音樂 和學藝術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曾經都發生過的 二十世紀初期的時候 有一班作曲家 二十世紀初 他們可能背後 未必是有這些 這樣的 即未必想得太多 純粹是他們 不知道為什麼 在那個社會 在那種環境之下 他們已經不 喜歡再聽一些好聽的東西 還要說好聽的東西 是好 是很難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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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上 好像是 去探討 這個可能 可能在藝術上 是 無可厚非的 那麼他們 也是 在那 十幾二十年 是真的 是 形成了一個 風潮 甚至 去到二次 二次大戰之後 他們再 聽回一些 或者 再有一些作曲家 是寫一些 是好像 Ricott Strauss Vagner 那種類型的 音樂的時候 在歐洲 那裡是 得不到 尊重 是 反應是很差 譬如 一位 曾經是 天才橫日的 作曲家 其實是神童來的 Kongo 他寫了 一首 大家都很可能聽過的 小提琴協奏曲 好像電影音樂 在戰後 是 由 Heifers 其實他是寫給Heifers的 把這首 作品 帶到歐洲 但很可惜 人們已經不懂得欣賞 他們對 這種語言 這種風格的作品 不知為何厭倦了 就 走了去另一邊 現在西方社會 他們 很進步 提倡 這種 男女 不是 你表面上看到的 那麼簡單 甚至不是 可以憑 那個 荷爾蒙 那個基因去決定 那 其實就是這些 那裡 潛移默化 所以 父母 不要看少你們的 責任 雖然 賺錢 是很辛苦 但是 一不留神 那些人 就會被這些 很有問題的 想法 入侵 進佔 小朋友的 心思 這一點 甚至要被 那些 粗口 暴力 更加需要小心 種族 性別 這一點 是很客觀的 其實不應該 特別拿出來 說的 特別拿出來 說 背後是 很有問題的 那 不知大家 覺得怎樣 有沒有看過這一套 書呢 或者是 有沒有 遇過一些 是更加離譜的 寫給 小朋友看的書 我覺得 我覺得 我看過 也不少 跟女兒講故事 日本人寫的故事 都還是 比較適合小朋友看 都是講一下 花草樹木 講一下 動物 也沒有想著 借助動物 去講一些 剛才我們說的 是太 一些 很有爭議的 是沒有的 我覺得小朋友 應該是 簡單一點 我不敢說 幼稚園 背後也會 有沒有一些 這些 異情 這些想法 灌輸給小朋友看 聽 學 其實小朋友 在學校 不學壞 已經是 很不容易 要學好 你要她 做一個好人 爸爸媽媽 真的要很努力 多些 跟你的小朋友聊天 多些跟她說道理 在這個世代 道理 是更加 需要說 因為 現在的環境 已經不是從前的環境 唯有跟子女 多溝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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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